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进一步开放中国经济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对此表示欢迎 并表示他有信心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 能度过目前贸易争执 一同取得长足进展 川普在推特发文说 非常感谢中国习近平主席在关税和汽车壁垒上的友好谈话 以及他对智慧财产和技术转移的说明 我们将一同取得长足进展 习近平今天说 中国不追求贸易顺差 真诚希望扩大进口 因此今年将相当幅度降低汽车及部分其他产品进口关税 习近平又说 中国今年将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 完善加大对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 他的讲话被认为为了缓和贸易冲突 向美国总统川普递出了橄榄枝 习近平讲话后 美国股指期货周二上扬 亚洲股市反弹 币形货币日元则下跌 在股市 迷你标普500指数 期货一度上涨多达1.5% 中国的护生股市则在开盘出现小幅上涨 以上是华尔街电视新闻 感谢收看